政府紓困及时到位 你可以到大街小巷去看 这一些的餐饮业者 他们的这个生意 真的是一落千丈 那这整个餐厅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人在用餐 那另外在观光的部分 我们的国旅也是急转直下 这个业绩掉的都是超过五成以上 那很多的这个饭店也都是空着的 这个没有人敢上门去消费 所以在观光跟餐饮的部分 在这波疫情当中 受伤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 政府的纾困补助却不见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110年的时候 所谓的纾困4.0 那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相关的 不论是观光或者是餐饮 他们都有一次性的补贴 每人4万块的 特别是在用一记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补贴 那摊贩小店家 也有补贴现金1到3万 然后旅行业者 或者是无雇主的导游跟领队 通通都有补助 连民宿都有补贴 但是对照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变成都是缺缺缺 通通都没有看见 目前只有经济部的一个 他说现在要鼓励参与业者来行销 那这个行销的费用 没有开发票的是2万块 然后有开发票的最多是10万块 他是针对行销 其实很多业者觉得不解 为什么是针对行销 因为在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 你今天业者去做行销 不是把这个钱丢在水里面的吗 但是可能业者最希望能够得到补助的 第一个是租金 因为不管你今天来的客人 变成一半还是变成原来的一成 他的租金要照样要缴啊 另外尤其餐饮业者 整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物价飞涨 现在食材的价格是上都涨价 可是问题谁来补助他们呢 甚至有些根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也不敢涨价 我们餐饮业者 根本就是以借贷在度日 产不能度 而政府的补助却是一年比一年的少 营业税 营首税 劳退健保会 一样一个也没少 而今年的餐饮业真的已经到了寒冬 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政府局需伸出援手 来帮助我们餐饮业者渡过难关 在这一波从今年四月开始 这个疫情比较严重以后 其实我们在我们所承接的一些团体 在这个取消或者延期 我们初步的统计大概都有五成以上 五成以上 那造成了公司一些不小的损失 那我们也希望尽快的 当然希望尽快的这波的疫情能尽快的平息下去 那我们还比较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说 当然政府对旅游补助有一些 对旅游业有一些补助的措施 像例如以前的初团的补助 但是在这个政令没有解释的很清楚的情况下 一般的旅客以为是补助他的 所以实际上对我们旅游业的帮助并没有很大 以往政府有给我们所谓的一些产业贷款的一个 贷款的一个本金 但是呢这个贷款的一个纾困贷款 已经到了现在已经是要本金加利息的偿还 所以很多的业者也来向 平保反应是否能展演这个本金 只要缴利息 甚至在一个优惠利率的条件之下 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光产业 谢谢大家